全美規模最大的洛杉磯旅展近日開幕 三百多個攤位中 台灣館很亮眼 將苗栗南莊的客家莊山門 紫陽門實景重現 不少民眾都被客莊小鎮的風采吸引 前來打卡拍照 有趣的是紫陽門上掛的春蓮 是一名深愛書法文化的 美國外交官輝豪貢獻 特別有跨文化意義 今年是台灣的小鎮旅遊年 所以南莊是一個重要的店 那我想文化跟自然美食 這些是美國或是最喜歡台灣的元素 也是我們的強項 每年我來這裡 我會常常看台灣 我會喜歡在那裡 我們會有一個很棒的表演 很棒的表演 我們會計劃去台灣 在夜市場 另外台灣舞者帶來的表演 也是旅展重頭戲 從優雅的個人民族舞 到熱情活潑的原住民舞蹈 和三太子鎮頭 都讓觀眾陶醉 當表演結束 舞者一行人浩浩蕩蕩蕩前往台灣館時 還迎起小騷動 現場友如廟會鎮頭出巡 讓許多民眾沿途拍照喝彩叫好 我覺得大家都滿熱情的 就是不會讓我覺得很緊張 反而可以覺得很享受 然後很輕鬆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一個 好看漂亮的表演 今年台灣館不只有航空旅遊業者 註點提供資訊 專人攤開台灣地圖 為民眾解答疑難雜政 還有提供兼具娛樂性質的茶葉試喝 讓民眾猜出茶種 吸引不少品茶者前來挑戰 深呼吸引不少品 Ev ksi 愛護地圖 剛才有太過分 因為日本館也睡得很難 提供 衍不少品